長沙灣有噴火槍 氣氈爆炸 一個女人身體多處被燒傷 事發星期一夜晚9點多 閘輝街一座大廈的六樓單位 攝氏31歲姓楊的女事主 用噴火槍燒中藥時 懷疑突然搶火 氣氈爆炸 事主全身大約兩成燒傷 獲救時身體貼上膚料 她獲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 並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� minds多益 最大陣子 基本上班 被吸引物 聊應 感谢观看